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一个被旁人认为身体棒的可以打死老虎的人 可浇完冷水后 她就开始出现了持续性的胸闷 一开始她以为自己只是中暑了 就一直熬着没去医院 几个小时后她发现情况越来越糟 还出现了胸痛 立即赶到当地医院看 结果发现居然是大面积的星期刚死 当地医院也很专业 赶紧给她做了介入 用支架开通了完全堵塞的前酱汁 但她的情况仍然在一点一点变差 血压开始支撑不住 胸闷再次加重 身体内环境也逐渐崩溃 终于在到达我们医院的那一刻 她的心脏彻底停工了 希望大家能从这个悲伤的故事中吸取教训 避免皱冷自己 减少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学博士罗大伦 2019年曾在文章中表示 自己的一位亲属刚过70岁 就在一次洗澡时突然倒地去世了 心缘性猝死 令人悲哀 此前也有报道 2013年夏季 沈阳40岁男子晨跑后洗了一个冷水澡 结果引发心梗 倒在浴室再也没有抢救过来 2012年夏天 北京一名19岁的年轻小伙 洗澡后和同事聊天中突然发生心脏骤停 虽然经过现场同事抢救 短暂恢复了心跳 但最终仍为抢救过来 类似的意外事件每个夏天几乎都会发生 好好地洗个澡 为啥就出意外了 多是因为这几个原因 一 洗澡的温度不对 为了保护皮肤 水温不宜太高 应与体温接近 一般水温在37度到42度左右 45度就是极限了 温度再高容易让身体内的水分流失得更快 最直观的感受是在洗澡的时候有口干舌燥的感觉 高血压 心脏病的病人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热水 让心脏承受过大的负荷 出现容易晕厥和心跳加快 心慌的症状 而水温高所带造肌肤表层水分 会让你在洗完澡后皮肤异常干燥 从而有搔痒男人的感觉 相反 若水温过低 则会使皮肤毛孔突然紧闭 血管皱缩 出汗散热受阻 夏天有些人尤其喜欢洗冷水澡 但从热环境突然进入到冷水澡的环境中 很容易引起意外 所以水温一定要合理的控制 二 洗澡的时机不对 一 脑力劳动后洗澡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在头脑风暴后 都很喜欢洗澡醒神 但是要注意 在脑力劳动后不宜立刻洗澡 应该休息片刻再洗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新内科主人医师杜作义 2015年在接受采访时解释 脑力劳动时大脑高速运转 对血液需求量非常大 如果立刻去洗澡 血液会向体表皮肤进行转移 而且在洗澡的过程中 体表对血液的需求量大 这很可能会造成大脑供血量迅速降低 引起供血量不足 导致晕厥 二 饮酒后洗澡 武汉中心医院新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陈曼华2016年接受采访时表示 酒和热水的刺激会导致体表血管扩张 大量血液从内脏转移到体表 脑 心 肾等重要脏器 会因此出现缺血缺氧 很容易诱发心脚痛或者心肌梗塞 老人一定要提高警惕 三 运动后洗澡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内科主任医师 吴钊辉 2011年在刊文中提醒 运动后别立即去洗澡 因为肌体受到热水刺激后 会导致肌肉和皮肤血管扩张 使流向肌肉和皮肤的血液进一步增加 导致其他器官供血量不足 尤其是心脏和脑部 特别是对患有高血压或者冠心病的人来说 一旦引发心脏和脑部严重供血不足 很有可能导致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急性发作 四 感冒时洗澡 北京120急救中心医师刘江 2014年接受采访时表示 老人感冒时洗澡容易出现意外 一定要等身体好了之后再洗澡 在家人照料下进行 五 饭后立刻洗澡 刘江医生表示 饭后也不能立即洗澡 因为饭后一小时 血液主要集中在胃肠道 此时洗澡会加剧心脏缺血 三 洗澡时间不对 有些人洗澡习惯泡在水里 爱干净是好事 但洗澡时间过长对身体并不好 罗大伦在刊文中指出 洗澡时间最好控制在30分钟内 老人小孩及心血管患者 最多不超过20分钟 时间过长会导致 交感神经长时间兴奋 心跳和血压上升 导致心脏负担增大 四 洗澡的顺序不对 洗澡第一步应该洗什么 洗头 错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医学博士黄佳发文称 第一步应该是洗脸 进入浴室后 热水开一会儿就会产生热气腾腾的蒸汽 人体毛孔也遵循热脏冷缩的原理 预热时会迅速张开 如果不先洗脸 白天脸上积累了一天的化妆品 路上飘来的灰尘 皮肤自身分泌的油渍 就会趁毛孔大门开启之时悄悄潜入 久而久之毛孔就会被堵塞 黑头和青春痘也会越来越多 因此先洗脸可以避免脸部毛孔 进入过多异物 第二步洗身上 清洗身体也是有顺序的 应该先从远离心脏的四肢开始 等身体适应后再清洗去干 记住不要为了过度清洁 反复使用毛巾在皮肤上搓擦 你洗的是皮肤不是铁皮 否则易损伤皮肤 使皮肤脚化增脱落 皮肤会更干脏 最后一步才是洗头 因此可以避免冷热交替 刺激导致头部血液流通不畅 减低诱发心脑血管的疾病可能 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热水冲洗 头皮和头发在水蒸气中得到充分滋润 更有利于清洁及头皮健康 五 洗澡前的准备不对 罗大伦在刊文中指出 洗澡前最好先喝杯热水 让身体保持温暖状态 这杯水十分重要 因为洗澡时一般会流失汗液 很多人洗澡后口渴 如果此时体内经验不足 又有汗液流失 那经过空虚 出来后突然感受到风寒 则寒气更易进入体内 洗澡后可再小喝一杯 使身体继续温暖 汗液不至于匮乏 六 洗澡的风水讲究 一般来说 我们洗澡都是在卫生间 而卫生间作为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旦出了问题 会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 因此小酱汁 接下来给大家再说一下 卫生间的风水讲究 一 地面高低有讲究 卫浴作为藏物纳垢的特殊地方 务必要处于家中地势 比较低的位置 因为水往低处流 如果卫浴地面高于其他地方 会造成水不归位之下 使家人钱财不惧 水欲乱滑 家里的财味也容易出现损耗 还容易招惹是非争端 二 卫生间的水 一聚不宜散 风水学认为 水聚则裁聚 水冲则裁散 因此水一聚不宜被冲 卫浴间内 浴盆浴缸等皆是聚水之物 最好摆放在卫浴间较低处 这样聚裁效果才是最好的 而假如水龙头 马桶等等与门或者镜子相冲 则容易导致意外破财 家宅不宁 最好避免 三 卫生间既潮湿 厕所风水中要求 厕所一定要保持整洁干燥 地上不能有积水 马桶要定时清洗 这样厕所中的阴气就不会过重 煤气也能够扫出去 毒气扫出去 家中好气自然来 四 卫生间不宜在屋居中 在风水学中有一句术语 叫做水火不留十字箭 意思就是说 无论是厨房还是卫浴间 都不能放在中心 中心位是心脏位 卫生间居中会影响 家庭的和谐和运势 从健康角度来讲 要注意预防心脏血管 肠胃等方面的疾病 中心位土位 卫生间属水 水土相克 会对家人的身心健康及运程产生负面影响 五 厕所厨房不宜一起 厕所不宜建在与厨房同在的空间里 因为厨房是一个用来煮食物的地方 而厕所是用来大小方便的地方 因此在室内规划时将厕所与厨房隔离 保证厨房空气干净卫生 六 颜色选择 卫浴间的颜色以精淡为好 最常见的是白色 这在风水学上叫做 脏处有须显洁 臭地更一芬芳 去户补以平衡之道 卫浴间最不宜用大红色 金黄色等五行熟火的颜色 卫浴间作为会舞排泄之地 不可助望 总的来说 洗澡也有很多讲究 为了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 小姜之建议大家 一定要了解了解今天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欲望这类悲剧再次发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